县政府配合9月21日国家防灾日 在胡锡乡爱门国小 办理地震避难演练示范观摩 县长成光复前往视察师生演练情况 对于模拟地震发生时 全体师生依照趴下、掩护、稳住 三步骤进行避难掩护表示高度肯定 也希望透过演练与教学 将防灾意识升值学童心中 厨房将就逃到 三万一 新闻高度数日 哪了 政府关闻报告 愕向学生目前三口已爆炸完毕 武生命危险 但需要派救护车坐后续处理关闭 公大 警察没有救护车 新闻地震再给10分钟 阿弥陆 陈光复强调 虽然地震等自然灾害无法避免 也难以预测 但我们能通过平时的防灾演练和教育 大幅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害 而防灾教育应从小做起 让孩子们从学校中学会正确的防灾知识 这样在面对危机时 才能够做出冷静正确的判断 所以说积安思维 所以中间部都把921顶着国家防灾政 我们都要不要演练 所以说突然结果30秒请准准准准准准 我们才不能够大压 台湖一周三天才能够陷阱 这个东西来来 第一当30秒前的情况 所以这是天灾就是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要加强延运 加强延运 成功副指出单一灾害的发生 往往都会演变为复合型灾害 尤其面对极端气候的现在 风灾、地震等常见灾害 对我们的家园、人身安全等威胁更胜以往 了解防灾重于救灾 离灾重于防灾的重要性 从平时就培养正确的防灾知识 在关键时刻不仅能自救 也可以帮助他人 进一步强化整体社会的防灾韧性 记者 陈荣玉报导